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呢有一部古装热播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这部剧呢并没有1.6亿的明星助阵 也没有豪华的外景 但是呢依然是获得了好评如潮 这部剧的名字就叫《欲刺小欲出》 这部剧呢我看了几集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这部剧没有侮辱观众的智商 它的剧本非常的扎实 这样演员演起来呢也会非常的自然 不别扭 所以说国产剧如果能够踏踏实实的认真拍摄 不要搞那些滑而不实的东西 不要过分依赖那些所谓的流量明星 依然可以拍出一个好的作品 这部剧呢是描写一位小武座和一位王爷联手破奇案的故事 说起这武座呀 对不起 我好像刚才的名字说错了 不应该叫《欲刺小欲出》 应该叫《欲刺小武座》 我就不改了啊 反正武座跟欲出也都差不多 都是跟尸体一大交道 说起这武座呀 中国很久以前就有 那应该是在战国的后期 那时候还不叫武座 叫历臣妾 历臣妾是分为历臣和历妾 历臣呢指的是男的 历妾呢指的是女的 他们呢都是犯了罪的人 在检验尸体的时候 他们就帮助令使 令使是朝廷的官员 来去搬弄尸体呀 进行一些基本的检查 所以呢 可想而知 他们的地位是非常的低的 到了隋唐的时候才有了武座这个词 但是那时候呢 大部分的武座呢 并不是服务于政府部门 而是服务于民间 是属于殡葬行业的一员 有点像现在的炼葬师 给尸体呀 做一些美容 下葬的时候呢 还负责一些礼仪方面的事情 因为这些武座经常接触尸体 所以他们对尸体就非常的熟悉 这样官府在端案的时候呢 有时候就找他们过来帮忙 帮助勘验尸体 武座真正进入到了政府编制 应该说是在宋朝 在这部剧里呢 看起来似乎武座已经正式进入了政府编制 这应该说和史实是不相符的 不过呢 我认为这一点无伤打压 因为这部剧本身也不是什么历史剧 它只是借用了一些历史背景 宋朝呢 武座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大家可能看过以前的一部剧叫《大宋提行官》 讲的就是南宋时期的宋慈判案的经历 宋慈写了一本书叫《喜冤极录》 这本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学专著 最早武座是要分男女的 男的叫武座 女的叫做婆或者叫稳婆 他们是专门检查女性的隐私部位 到了宋慈的时候就没有这些禁忌了 宋慈经常是当众检验女性的尸体 而且一点也不庇护 隐私部位 他之所以当众并不是说对女性尸体的不尊重 主要还是为了他自身的声誉 他如果私下检验女士的话 怕别人会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 从事武座行业的人呢 自古以来都是一些身份非常卑微的人 即使是到了清朝 武座已经成为了利的一员 但是仍然规定武座的后代是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 所以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职业的荣誉感 不像从事律师啊 医生啊 法官这些行业 大家也知道 职业荣誉感呢 本身也是一条底线 突破了这条底线 离道德底线就不远了 再突破了道德底线就是法律底线了 没有了职业的荣誉感 在社会上又被人看不起 这些武座们就开始胡来了 所以说自古以来这个行业呢 都比较黑暗 你只要给钱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你想要的检验结果 而且整体的业务水平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记得号称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白菜与小白菜 这个案件呢 就和武座有关 当时县里的武座把自然死亡的葛品帘定为了中毒而死 这样呢 就导致他的妻子葛毕氏被诬陷于当时的新科举人杨白菜 不是 杨乃武通奸 两个人双双入狱 最后是驱打成招 到最后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以后 才由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武座 根据宋慈的喜冤极禄 检验出死者并不是中毒身亡 而只是骨头发霉了 最后杨乃武和葛毕氏 也就是小白菜 才算是沉冤得雪 但是呢 两个人因为在牢中都受了很多的酷刑 都变成了残疾 杨乃武也没有再做成举人 功名也被废了 小白菜也出家为泥 经此案株连被罢官的那些大臣们呢 很多都是出身于乡军的两湖派将领 所以这也使得当时的左宗堂的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所以一个小小的武座却掀起了当时的这个惊天的大案 影响是极为深远 这部剧的历史背景呢 是设定在了唐朝的唐宣宗时期 说起唐宣宗啊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非常的了解 可能不光是唐宣宗大家不太了解 就是唐朝的皇帝啊 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在唐宣宗以前的皇帝 至于之后的 大家可能就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而我们以前学的历史书呢 对中晚唐的历史呢 更加着重于在皇朝起义这方面 对那个痴人魔王皇朝是大叔特殊 唐朝从公元618年里渊建唐开始 一直到公元907年朱温灭唐 总共经历了是289年的历史 这其中还包括从公元699年到公元715年武则天建立的大洲王朝 有些人认为呢 大洲王朝不应该算作唐朝的一部分 我觉得呢 还是应该算啥 第一 武则天怎么说 也算是李家的儿媳妇 李家的男人布丁用 换媳妇给你管几年家 然后又把天下还给了你 你怎么着也应该说声谢谢呀 这样翻脸不认人 就觉得不太好了 有人说呢 这天下并不是武则天还给李氏的 而是张简之他们发动神龙政变 从武则天手里抢回来的 可是政变之前 武则天选定的太子就是李显 在把天下是还给姓李的 还是继续交给姓武的这点上 武则天在敌人节的劝说之下 已经做出了决定 所以这天下早晚还会回到李氏的手里 第二点是如果你不要的话 可是有别人惦记着呢 如果那个国家的人说武则天是我们家的媳妇 我们也有姓李的 我们还有李氏王朝呢 到那时候少了15年的历史是小 少了武则天这个儿媳妇可是大事 因为后面唐朝的十几位君王 说起来还都是武则天的子孙 所以说呀 武则天一定不能让别人抢走 大家可能也猜出了我说的那个国家指的是谁 说起来啊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现在的土耳其人呢 一直宣称自己是突厥人的后代 卯国的史学家呢 在一旁就偷偷的笑 土耳其人就质问他们 说你们为什么笑 然后呢 这些人就说 我们就是突厥人 土耳其人立刻就哑然了 一不留神认了这么多的干爹 不光是干爹 还有很多的干祖宗 因为这件事 很多的土耳其历史学家们非常的悲痛 很多人当时就哭晕在了土耳其浴室 那么 土耳其人到底是不是突厥人的后代呢 这个呢 其实都不用用那些复杂的基因的仪器来分析 只要拿把镜子照一照就知道了 现代的土耳其人明显的是长着一副巴尔干高加索人的面孔 而突厥人是属于蒙古人中 如果真要采用基因分析的手段呢 也不难看出 现代土耳其人基因中的亚洲血统部分 指的主要是东亚地区 这部分的比例都加上也不会超过10% 但即便如此 大部分的土耳其人还是在文化上更加认同自己是突厥人的后代 准确的说 土耳其人应该被称为讲突厥语的人 最近上映的那部《长歌行》里面说了很多关于突厥的事情 里面的涉及到了很多突厥的历史 今天呢 我也顺便跑一下题 也不算跑题了 应该算是时宜 就是把以前没说的呢 跟大家再聊一聊 突厥呢 最早是兴起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当时是显卑族南下中原 在北部草原留下的权力真空 就被柔然帝国所占据 而当时突厥部所在的铁勒族 是专门为柔然帝国打铁的这么一个部落 铁勒呢 是墨北各部落的总和 它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称呼 突厥呢 也是其中的一支 它是兴起于当时的金山北路 也就是现在的阿尔泰山北部地区 带领这个部族走向强盛的就是阿史纳市 阿史纳也就成了后来突厥的皇族 后来到了隋朝时期 经过隋文帝阳间的努力 突厥被分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 再后来唐太宗拍死了东突厥 唐高宗拍死了西突厥 再后来到了唐玄宗时期 突厥又再次兴起 历史上称为后突厥 后来在唐帝国与回湖帝国的联合打击之下 后突厥灭亡 突厥人被迫向西迁徙 在西迁的路上呢 他们也是不断的征战 征服了他经过地区的那些国家 后来又信奉了伊斯兰教 再后来他们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 叫塞尔柱帝国 塞尔帝国强盛的时候占领了耶路撒冷 这就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十字军东征 突厥人之所以能够一路胜利的原因 除了他们强悍的武力以外 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就是他们的语言 因为突厥语的影响力 所以呢 两方呢有时候还没开战呢 一对话用的都是一样的语言 这样两个人就马上滚安下马 然后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握在了一起 一声饱含深情的同志脱口而出 一个说同志 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另外一个说同志 这些年你受苦了 所以这帐自然也就不用打了 这不过是开个玩笑 不过语言在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中 确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甚至于比武力更加的重要 塞尔柱帝国以后突厥人又建立了罗曼苏丹王国 再后来蒙古帝国兴起 在西征的过程中就击败了罗曼苏丹王国 再后来在被征服的那些废墟上 一些小的国家慢慢的又建立起来 其中有一个叫奥斯曼的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这个国家后来不断的发展壮大征讨 最后成为了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台湾香港好像是叫鄂图曼帝国 这个帝国是创建于公元1299年 它一直到1924年 也就是一战结束以后 它才被凯默领导的土耳其共和国推翻 大家想从公元1299年 中国的南宋灭亡是公元1297年 也就是说从那时候起 中国已经历经了宋元明清到民国这么些个朝代 而奥斯曼只有这一朝 而且奥斯曼帝国一直是在奥斯曼这个家族的统治之下 这一点呢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罗马帝国持续的时间也非常长 但是呢它是由不同的家族来统治 奥斯曼帝国统治大概是660多年 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持续时间最长的 应该算是周朝 现在的说法呢 周朝是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60多年 但是公元1046年这个年份呢是推断出来的 中国有正式纪年的开始是在公元前841年 所以呢如果从这时候算又会少了一百多年 而且周朝呢又分为西周和东周 西周呢在公元前770年就已经灭亡了 东周时期呢实际上对各中国国并没有实行有效统治 唐朝进入中晚期以后呢 它的有效统治也是明显的减弱 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 其主要表现呢就是翻证割据和皇冠专权 大家可能对唐玄宗以后的历史不太了解 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先把从唐玄宗到唐玄宗这段时间的历史呢 先给大家简单的串一下 唐玄宗李隆基在马维义赐死了杨玉桓以后 就想率领着王室人员和王公大臣们去川鼠之地躲避叛军 当时的老百姓都希望唐玄宗能够留在北方 继续领导他们抵抗叛军 但是唐玄宗主意已定 最后是他的儿子当时的太子李亨在众人的劝说下 特别是在他身边的太监李辅国的劝说之下 率兵留在了北方没有去四川 而且很快就摇晃李隆基为太上皇 自己登基做了皇帝 就是历史上的唐宿宗 李亨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悲情的人物 他当太子的时候每天是战战兢兢 朝中的权臣李林府和杨国忠是轮流的虐待他 一三五李林府二四六杨国忠 星期天交给他老爸唐玄宗继续虐待 他老爸哪天兴起还经常来一个long weekend 连虐三天 就这样终于熬出了头当上了皇帝 但是呢也没过一天的太平日子 整天的跟叛军作战 还要提防着他老爸太上皇李隆基 终于熬到了唐宣宗游进登窟的时候 他自己也不行了 李隆基驾崩以后十多天 他也驾崩了 又到下面接着让李隆基去虐去了 唐宿宗执政期间拥戴他登基的李府国 开启了唐朝历史上宦官专政的先河 有人说不对 在之前还有唐玄宗期间的高丽氏 高丽氏可没有专权 关于高丽氏呢 我再找一个专门的时间 跟大家好好地聊聊 不小心又挖一坑 唐宿宗以后就是唐代宗 唐代宗期间是收服了两经 平定了安世之乱 而且还有一支对后世影响非常巨大的军队 在唐代宗期间诞生了 这支军队的名字就叫神策军 神策军最早是大唐的名将戈书汉 为了抵御突厥而建立的一支军队 最早军队的统帅并不是太监 太监只是负责监军 但是后来这支军队的主帅被调离 大宦官于朝恩就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 后来经过不断的扩充实力越来越壮大 为宦官专政提供了军事上的保证 唐代宗以后又经历了唐德宗和唐顺宗 这两位君主呢算是无功无过 再后来皇位就传给了唐宪宗 唐宪宗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 在他治下呢 藩阵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哪个藩阵不服他的管 他就把谁拉出来保证一顿 所以这时候藩阵格局的局面大大减轻 宦官虽然依然得到唐宪宗的重用 但是呢 对于唐宪宗来说 宦官们不过就是他的家奴 他是一不高兴就拿太监出气 而且因为唐宪宗经常服一些烈性的丹药 所以呢 他不高兴的时候特别多 太监倒霉挨揍的时候也特别多 唐宪宗的后宫中没有皇后 但是呢有一位郭贵妃 这位郭贵妃啊是郭子怡的孙女 她的父母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她的父亲叫郭爱 母亲是唐代宗的公主生平公主 有一出经剧叫打金枝 说的就是郭爱跟生平公主之间的故事 说生平公主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呢 非常的不懂礼数 有一天郭爱喝醉了酒 因为生平公主对她的公婆不敬 所以呢夫妻二人就发生了争吵 公主说我是公主凭什么要敬你的父母 郭爱仗着酒劲说如果我老爸想当皇帝的话 早就当了你们家的皇帝是我们家给的 然后生平公主就到她爸唐代宗那里去告状 唐代宗还是非常的宽容大度 说小孩子之间吵架不必特别在意 就没有追究郭爱和郭子怡的错 这事呢也就过去了 所以这位郭贵妃可以说是家世显赫 而且呢郭贵妃还为唐献宗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呢朝廷上下呢都希望唐献宗能够立郭贵妃为皇后 但是唐献宗是一拖再拖就是不立 究其原因 有的人说呢是唐献宗觉得自己还没有玩够 怕有皇后管着自己玩的不痛快 但是我觉得不立郭氏为皇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郭氏家族背后的实力 他们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外戚力量 对皇权构成威胁 所以唐献宗至死也没有立皇后 不光是唐献宗没有立皇后 自唐献宗以后的那些唐朝的皇帝们 大部分都没有立皇后 虽然说唐献宗的父亲唐代宗也没有立皇后 但唐代宗的原因和唐献宗可完全不一样 至于具体什么原因呢 咱们有机会再跟大家慢慢聊 又挖了一个坑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不对啊 史料上有很多皇后都是在唐朝中晚期的时候 怎么能说没有皇后呢 这些皇后啊 百分之九十都是被追封的 就是当自己的儿子登基当了皇帝的时候 回头把自己的生母追封成了皇后 没有皇后也为宦官专权提供了便利 因为后宫无主就会形成一个权力的真空 宦官也就更容易乘虚而入 而且因为没有皇后 也就破坏了以前一直实行的嫡子继承制 这样各皇子之间的争斗也就越加的激烈 因为谁都有合法的机会 所以说在唐朝中晚期没有皇后 也应该可以说是唐朝衰落的原因之一 唐献宗期间短暂结束了藩阵割据的局面 历史上被称为元和中兴 后来唐献宗暴毙 他的儿子也就是郭贵妃的那位儿子继位 就是唐穆宗 唐献宗还有一个小儿子 就是他的第十三子 就是在这部剧中的唐宣宗 唐宣宗名叫李晨 李晨这名字呢是他最后定的名字 在之前呢他还改过好几次名字 我估计他可能是在派出所有熟人 所以呢改名字特别方便 唐宣宗的母亲呢是郭贵妃的一位侍女姓郑 是唐献宗一时起义 就把这位郑公女给临姓了 生下了后来的唐宣宗 所以因为生母的地位卑微 李晨在诸多王子中的地位呢也是非常的低 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所以平常是寡言少语 平时其他的几个王子呢 在一起是喜笑怒骂玩的特别嗨 但是呢他却是独自一个人 在那里是思考人生 时间长了呢 大家都觉得他是不是脑子有点毛病 是不是有点傻 后来唐宣宗暴毙 有一种说法呢是被身边的创官陈洪志所杀 因为陈洪志呢怕受到唐宣宗的责罚 唐宣宗不是经常毒打太监吗 所以呢陈洪志呢就铤而走险 先杀了唐宣宗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被那位郭贵妃和他的儿子何谋所杀 唐宣宗驾崩以后继位的就是郭贵妃的儿子 历史上称为唐穆宗 这个唐穆宗是很不成器 他爸留给的大好局面就被他很快的就断送了 我估计唐穆宗自己也知道他这个皇帝当的不好 所以呢他也想改变这个局面 苦思冥想他想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让我去死吧 于是他就死了 他执政了不过只有四年时间 皇位就传给了他的儿子唐靖宗 唐靖宗18岁的时候就被太监杀死 继位的又是被太监们拥戴的唐文宗 在唐文宗期间发生了剧中提到的甘露之变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甘露之变也是源于南亚北思之争 南亚北思在剧中呢也经常提到 南亚指的就是以丞相为首的这么一套行政体制 而北思指的就是太监和太监掌控的禁军 虽然说太监可以控制君王八号施令 但是真正执行起来还是需要有关部门配合 所以南亚也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一方 南亚北思之称贯穿了中晚唐一百多年的历史 从未间断一直到唐朝的覆灭 而南亚的内部就是朝廷官员的内部 还有持续四十年之久的牛里党争 再加上宦官专权藩阵独立 可以想象中晚唐是乱成什么样子 所以为什么这些皇帝会重用那些太监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皇帝根本就信不过朝中的这些官员 所谓甘露之变就是南亚中的两位大臣 一个叫李迅一个叫郑柱 何文宗商要除掉当时的宦官求是粮 有一天朝会的时候 左金五位大将军韩曰突然上朝说 说在我们左金屋的大院内的石榴树上生出了甘露 这可是祥瑞之兆 所以呢 就请文宗皇帝去看一看 文宗皇帝先是派了几个大臣去查看一番 然后大臣回来说 这好像不是甘露 文宗呢 又让他身边的宦官求是良于智洪再去查验 这时候呢 其实在金五位的院子里已经埋伏了甘兵 准备等到这些宦官到的时候一举击杀 可等到求是良他们来到这个大院的时候 引领他们的大将军韩曰 当时却是表现得非常的紧张 手足无色满脸大汗 这就引起了求是良的疑心 求是良就四处查看 这时候正好是一阵风吹过 吹动了沙莲 露出了埋伏在沙莲后边的甲兵 求是良一看不好 转身带着宦官们就挽回跑 而且还劫持了当时在朝中的文宗 一起往后殿跑 就这样求是良和宦官们控制了后殿 也控制了文宗皇帝 接着他们就发出指令 让神策军进京绞杀乱党 最后是朝中的大臣是死伤殆尽 李迅正柱还包括当时的宰相都被宦官所杀 文宗从此也被囚禁 最后是一遇而终 那么在唐穆宗唐靖宗唐文宗执政期间 这么热闹的这段日子 后来的唐宣宗李晨又在干什么呢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装傻 人们都说呀 如果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而且持之以恒的话 那一定会收到成效的 一定会有所渐进 李晨也是 因为他变得真的很傻 至少唐穆宗唐靖宗唐文宗是这样认为他的 所以呢 他们就经常的拿他取笑 虽然说他那时候已经被封为光王 但是在他的兄弟和他的这两个侄子眼里 他不过就是一个傻子 不管他们怎么戏弄他 李晨都是不为所动 就好像这些戏弄都和他没关系似的 周围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觉得他一点也不傻 因为即便是傻子 当受到冒犯的时候也会反击 但是他的这位光叔 却永远是那样目无表情 一言不发 所以他觉得这不是傻 这是深藏不露 这是城府极深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唐武宗 唐武宗临终前改名叫李延 他在之前还叫过几个名字 看来他们这一家族的人 跟派出所的关系都相当的不错 所以呢改名字非常的方便 唐武宗隐约的觉得李晨很可怕 将来早晚是自己的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于是他就开始暗地里加害于他 于是李晨就会经常的出一些意外 比如说和弟兄们一起到密林中玩 自己却莫名其妙的从马上摔下来 而且居然没人发觉 最后如果不是遇到好心人帮忙 他可能都回不到皇宫 有时候走着走路会突然的跌倒 而且还差点跌进了河里 我想这时候李晨可能又去派出所偷偷改了名字 叫李小强 打不死的小强 虽然频繁的发生意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李小强还是坚持的活着 最后是唐武宗忍不住了 在他继位以后 他就命令几个人把他的这个光书打了个半死 然后扔到了粪坑里 也许他觉得他的小强叔就应该待在这样的地方 一个太监救了他 并且让他偷偷的出了家做了和尚 让他到南方去游历 躲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于是李晨就开始了自己游历僧的生涯 但我相信在这段时间 他一直和宫里保持联系 特别是和宫里的太监们 唐武宗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 他的执政的时间也非常的长 在其间太监的势力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翻阵格局的局面也有所改善 但历史上更多的记录唐武宗的 是他执政期间的灭佛运动 到了他执政的晚期 他也和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一样 喜欢上了炼丹吃丹药 最后终于是一病不起 在他病重以后 虽然他有五个儿子 但是身边的太监还是推举 他的那位装傻的光叔 成了皇太叔 这时候的李晨已经37岁 装傻装了36年 一般来说呀 如果一个人装傻的话 装个二三十年 以后的年头就不用再装了 因为已经变得真傻了 但李晨不同 他是越装越明白 拥立李晨回来继承皇位的太监名叫马元直 他也就是剧中秦兰的历史原型 他为什么放着武宗的儿子不拥戴为皇帝 而要拥戴李晨呢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 因为只有傻子才不会拥立一个傻子做皇帝 但是这次他失算了 唐宣宗登基以后的一番作为 让他真切的感到自己才是那个大傻子 唐宣宗登基以后是整顿励志 结束了持续了四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 进一步限制了宦官的权力 马元直虽然说仍然拥有神策军的控制权 但是呢其他方面已经没有太多的实权 也没有能力去掌控皇帝 举个例子 有一次呢 马元直和新委任的宰相马直 两个人呢一起喝酒 两个人都姓马 所以呢说起来也算是同宗 越说越近乎 马元直就送给了马直一条金玉的腰带 而这条腰带恰是唐宣宗赐给马元直的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 马直就带着这条金玉带 唐宣宗一眼就认出这条玉带是他赐给马元直的 于是第二天马直就被罢了官 而且永不续用 因为唐宣宗不想看到宦官和大臣连城一气 而威胁他的皇权 由此事也能看出唐宣宗对朝廷的控制力 马元直最后是怎么死的 历史上呢并没有确切的记载 没有记载就说明他后来并没有搞出什么事来 应该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去世了 剧中的人物除了唐宣宗以外 其他的历史人物应该说都是虚构的 比如说西平公主肖驸马 以及大男主安郡王 虽然说唐宣宗有十几个女儿 但是呢 没有一个女儿有类似于西平公主的经历 也没有一个驸马姓肖 不过肖氏在晚唐的证据中确实非常活跃 这个肖氏呢 就是以前跟大家提到过的蓝陵肖家 也就是出过肖皇后肖鱼 再往前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梁的那个肖家 顺便说一下唐宣宗虽然是唐武宗唐文宗唐靖宗的叔叔 但是年龄和他们差不多大 只是比唐武宗略长几岁 甚至比唐靖宗和唐文宗都要小 他登基的时候是37岁 公元846年里晨登基成了唐朝第十九位皇帝 恰好也是在这同一年 一位伟大的诗人离开了人世 他就是那个写了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的白居易 写了人间四月方飞尽 山似桃花史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的白居易 写了思悠悠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休 月明人已楼的白居易 恐怕没有人知道 李晨是白居易的一个仰慕者 在他装傻的那些日月里 白居易的诗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亮色 他仰慕白居易的诗 他的才学 他的蒸蒸应鲁 所以在他登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草拟好了一份诏书 他要让白居易做他的宰相 不过这时候有人悄悄的告诉他 白老先生刚刚去世 我相信这时候在李晨的脑海中 会浮现白居易写给他的好友 圆枕的那两句诗 君埋泉下泥霄谷 我记人间血满头 忍住内心的悲憨 这位皇帝徽毫写就了下面这首诗 吊白居易 坠玉莲珠六十年 谁叫明禄做诗仙 浮云不济明居易 造化无为自乐天 白居易在李白杜甫去世以后 联合他的几位好友 袁枕刘雨夕李商尹 撑起了唐诗的残破河山 唐宣宗李晨以及他的前任唐武宗 也是奋力接住了唐穆宗 唐靖宗唐文宗甩过来的锅 生生稳住了大唐快速下坠的势头 使得这种下降的趋势变缓变弱 如果没有这两位皇帝的话 大唐可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覆灭了 虽然他们最终没能扶起这个江青的设计 但毕竟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 在这一点上 唐宣宗和白居易两个人虽然是在不同的领域 但是却做着同样的事情 执政十四年以后 唐宣宗驾崩 在他执政的十四年里头 大唐的政局一度呈现出当初贞观之质的面貌 所以后世也有人称他为小太宗 李晨也算是心满意足了 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在黄泉之下见到他所仰慕的白居易白老师 这时候白居易或许会拍着他的肩膀 对他说出那两句千古绝唱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失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故事没有讲完坑倒是挖了不少 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